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 美国总统奥巴马组织12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签约国领导人举行闭门会议 却罕见的没有发表领导人联合声明 这是否意味着TPP签约国内部分歧严重 时事评论员吴学兰为您独家观察 国民党发动的最新网络大数据调查结果显示 台湾网友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达56% 而有绿营大佬则惊呼 如果蔡英文继续烂下去 将替郭台铭制造更大的参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机会 蔡英文当局为什么如此有恃无恐的在上台仅仅半年时间内就搞得民间怨声载道 其如此白烂的结果是否真的会改变台湾政坛的生态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红威张有华为您独家分析 中国国民党全面启动组织变革与瘦身 计划解雇所有738名党工再重新聘用310人 总的资钱费用将近15亿元新台币 这样的改造方式能解决国民党目前的危机吗 台当局党产会发公文说 要在21号到国民党党史馆调查党史资料 国民党做好充分准备 但党产会的人却又不来了 这一来一往的过招到底透露出什么玄机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红威张有华由深度解读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卫视海峡新干线 各位大家好 我是谢星铃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首先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当地时间20号 亚太清合组织APEC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立马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毫无疑问 在今年APEC会议上 中国再次聚焦了世界的目光 反观美国特朗普的当选 打破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落实的希望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 由中国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也就是RCEP APEC的主办方秘鲁也透露 已经与中国就加入RCEP进行协商 有新加坡学者认为 中国是此次APEC峰会的最大赢家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了题为 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重要讲话 强调要深化亚太伙伴关系 以开放谋共赢 以融合促繁荣 不断开拓进取 共创亚太发展的美好未来 国际舆认为 在今年APEC立马会议上 中国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反观美国 特朗普的当选 打破了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落实的希望 在APEC峰会间隙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将其他11个TPP签约国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 试图安抚他们的紧张情绪 对TPP活下去 做出最后的努力 然而与往年不同 12国代表尽管都在会上发言 却罕见的没有发表领导人联合声明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 这令外界揣测 各国代表无法达成具体共识 我们是不想达到任何绝诺 对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 会实际上做 与往商量与往商量与往商量业 我们通过了设计在我们的设计 去参与的TPP 而是马来说的方法 去进行的TPP 我们希望 的TPP设计会出现 如果我们现在 据了解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会上呼吁其他伙伴国 把眼光放远 继续在各自国会 核准TPP协定 而在12个TPP签约国中 新西兰已经在议会 完成了协定批准手续 新西兰国家商业评论20号说 TPP签约国正在谋划 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TPP 据新西兰总理约翰基透露 其他TPP签约国的态度是 宁可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 先生效 也不愿看到它流产 有报道说 日本也愿意TPP减一模式 即美国先退出 其他国家批准后 再让美国加入 对此 美国洛杉矶时报19号称 有关TPP的辩论 目前已经从何时生效 变成美国政府的更迭 对未来全球贸易的影响 由于TPP命运未卜 而美国未来的政策已充满不确定性 不少西方媒体表示 由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被视为可能是通往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的唯一途径 一些美国传统盟友对RCEP的兴趣越来越大 APEC峰会开始前东道主秘鲁透露 已与中国就加入RCEP进行协商 对此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表示 外界都在静待APEC峰会的结果 期间有关如何应对特朗普的讨论将会有很多 最大的赢家是中国 这毫无疑问 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 所谓中国是最大赢家等说法有些夸张 一些舆论故意将中美放在对立的位置上 金灿荣表示 中国从来没有对TPP采取敌视态度 也表示过参加TPP谈判的进去 但美国拒绝了 中国支持贸易自由化 目前也在推广一些贸易自由化的计划 包括RCEP等 但RCEP并不是中国主导的 而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相关话题 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雪兰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重要讲话 强调要深化亚太伙伴关系 以开放谋共赢 以融合促繁荣 不断开拓进取 共创亚太发展的美好未来 徐兰你怎么解读习主席的讲话 习主席的这次主持演讲 应该说有四个关键词 那就是开放包容普惠共赢 其实说实话 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 他们完全是在一种开放和包容的环境中 得了很多的好处 但眼下新主席讲话 其实有一个时代背景 我们知道英国脱欧了 美国刚刚选出了一位非常推崇 贸易保护主义的后任总统 也就是说世界上似乎正有一种潜流 就是说要从开放变为保守 要从前进变为退缩 这样的一种趋势 我觉得习主席的这个讲话 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我刚才提到 大家都是在开放的过程当中 享受到了好处 这个时候如果说 整个全球的一种风向开始扭转 大家都要退回去 那么我想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 他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并且习主席这份讲话 能让大家扎扎实实的感觉到 中国不仅有决心 而且也有能力 带给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一些好处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中国无论是一带一路 无论是亚投行 其实就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不错 他愿意把红利和身边的其他的伙伴 一起来分享 因为只有这样 大家才能够达成一种双赢的局面 中国在前进的路上 不会自己独行 因为我们也知道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和其他国家携手就走得很远 中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 在过去 在现在和未来 中国都不会放弃开放这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会感觉到 中国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开放 并且在中国开放的过程当中 其他的成员能够从中国得到一些互利的好处 由于TPP命运未卜 不少西方媒体就表示 由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也就是RCEP 被视为可能是通往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的唯一途径 还有学者说 中国是最大的赢家 而美国正在变得内向 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大家现在看好RCEP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更广泛的一种合作 对于哪个国家来说 都是必须的 但是我不认为中国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因为首先中国并不是要和任何国家为敌 也不是要和任何国家PK 其实中国原来对于美国推动的TPP 也是有好感的 中国也提出愿意参加 但是是美国拒绝了中国 所以绝对不是中国要去和美国作对 那么眼下美国对于TPP 未来的一个态度 现在比较明确了 就是他不搞了 中国要搞RCEP 其实让大家受惠 而不是说去和美国 我刚才提到 不是说要和美国作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共赢是很好的 是中国和其他的伙伴国一起共赢 而不是中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自己一家独大 自己吃尽好处 让其他伙伴受损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中国是最大的赢家 其实也是因为TPP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合作的组织 而是美国在推行的过程当中 更多添加了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些考量 比如说用TPP来拉拢地区的一些盟友 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或者说在政治方面 跟中国有一些 他给中国来进行一些遏制的力量 那么未来中国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经济合作的组织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共赢而不是一家独大 好的 谢谢雪蓝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继续请教 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刚满半年 市政满意度不断的下滑 有调查显示 民众对蔡英文市政不满意度 已经达到56% 而另外一份调查结果则显示 高达61%的台湾民众 支持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来当台湾地区领导人 大胜蔡英文的24% 有绿营大佬因此惊呼 如果蔡英文继续烂下去 将替郭台铭制造更大的参选机会 甚至还有人喊出 萧雄当道 舍郭其谁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委托大数据调查机构 调查社交网络脸书上 从新当局就职百日到上周 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以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权 施政满意度调查 依据脸书上公开表态的内容统计 对蔡英文施政不满意度达56% 对林权则是普遍不表态达到55% 国民党团书记长江启臣指出 这代表民众对林权已经完全不在意 不在乎 没信心了 根本把它当空气了 全部直指蔡英文 而近日岛内呼吁郭台铭选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传闻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有台湾媒体民调显示 高达61%的台湾民众 支持郭台铭当台湾地区领导人 大胜蔡英文的24% 前民进党籍民代林卓水说 假如蔡英文民调进一步下滑 将替郭台铭制造更大的参选机会 而前民进党籍民代沈富雄 更在脸书上神来一去 称萧雄当道舍锅其谁 有舆论注意到蔡英文就职半年来 接连推动许多高度争议的政策 造成社会巨大的冲击与撕裂 失去了民心 但民进党方面却似乎自以为得逞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 因为民进党执政的核心价值 在于赢得下一次选举 而不是治理台湾 他想要快速清理战场 让执政的第三次年少点争议 以利于下次选举 算盘看起来打得惊 但民进党似乎没有意识到 台北太多战场所带来的压力 且最残酷的经济战场 也还没浮现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把事情交给你 好主持人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 两位来宾 分别是台北市议员王红威 王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首先要来厘清一下 这一个观点 就是这其实是今天在 台湾中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 标题是叫做 民生放两旁 选举摆中间 就认为说民进党方面 之所以现在胆大妄为 核心是他们无所谓 现在做的有多差 反正下一次选举是在三年之后 在那个时候 台湾民众早已经忘记了 曾经的怨和曾经的痛 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张先生 就是说 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成立 并且台湾的民意 有这么健忘吗 的确 我们看高雄气暴事件 陈局的民调急速下降 可是在选举的时候 他居然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候选人 也能够打败两个参选人 那换句话说 民众是健忘的 民进党的选举永远是打下半场 我这边提几个具体的例子 像民进党只要搞选举的时候 他们会用动人的口号 像什么歌喉歌道断 什么决战左水溪 跨越大安溪等等那些 那他现在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持续的削弱国民党的战力 所以你看他上来所推行的很多的政策 都是一个针对性的政策 那第二个他认为做不好没有关系 反正选民都是健忘的 现在民进党他为什么要把选举放在中间 非常重要的是2018的选战 现在各位去看 他宜兰县长甚至于高雄市长 还有嘉义县长的人选都已经排定了 这个就是说明了民进党是很会选举 但是那你叫他谈到治理方面的是 民进党不行 但是最后两年各位去看着好了 民进党会用民生买票的政策来玩这场选举 那在有这种论调之后的话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王一元 就是国民党方面是不是就放任着民进党这样子 首先第一点我们叫说漠视民生 第二点叫无视民意 第三点就是刚刚张先生有说的 我想国民党当然不能放任民进党这样搞法 好像一副他不管怎么样无法无天 胡作非为 反正到时候到了选举的时候 这个选民的票就一定要投给他们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政治也不是这样搞的 那但是我们也不会言 而且也必须要去面对 那么以现阶段国民党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呢 第一个当然是现在民进党针对党产的部分 就是采取一个清算的方式 就是要把你打到说 你呢是光是为了党产 比如你要怎么去面对党员的退休金跟薪资 就让你每天交投烂额 让你削弱你的战力 第二个呢 当然是国民党自己要反求租给的 也就是是不是因为明年还有一个党主席的选举 所以党内呢还没有完成真正的整合 所以很多人也还是在质疑说 你们国民党真的团结了吗 是不是能够团结一起去面对2018跟2020 那这个也确实是国民党自己内部 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还是要强调的 也就是如果说一个政治人物 当他的民调满意度这么低 引起这么多民怨的时候 然后呢让老百姓没有选择 没得选择 就是最后呢 你做的怎么烂 我还是要选你 我觉得这不仅是民进党的问题 那么我们国民党当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所以未来我们在一些重要选须 尤其我们准备要在2018光复的现实 我们都会想尽各种办法 去提出一个好的人选 能够胜选的人选 那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 首先第一点刚刚的话 王一元也提到说 蔡英文现在的民调是非常的差 可是有分析就认为说 还没有到最残酷的时候 比如说最残酷的经济战场 还没有上来 其实经济民生议题是攸关民众的温饱 是台湾民众最为有感的议题 我们要请教一下张先生 就是说 现在经济还没有上来 就已经这样子 那未来碰到经济问题的话 蔡英文当局怎么办 其实经济问题向来不是民进党 主政下的施政主轴 那你说讲到经济跟民生的话 他可以运用补贴的方式来达到他的诉求 每道选钱 老农金贴 老人年金 休根 你休根 你休根一年 那我一年给你多少钱 然后他会用善财童子的方式 去讨好他的选民 你尤其在中南部就是如此 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 经济的议题完全都不是民进党的强项 但是他为什么他能够执政 就是动人的口号 所以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各位仔细去看 真正提经济政策的几乎都是民进党 那他的口号动人 但是对于能不能实现 民进党是向来不管 因为毕竟选举一过 民进党一句成语叫做投过生就过 既然投过生就过 那等待下一次选举又要四年以后 他的目的先拿到政权 然后再决定他的下一步 纵然经济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浮现的时候 民进党也会打预防针 他说你马英九时代多少啊 那我现在比他多了一点啊等等 他会运用一种数字巧妙的辩解方式来达成 他说台湾的经济真正不好 是应该从马英九开始算起 不应该由蔡英文来收这个烂盘子 好 我们说到民进党的话 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民进党内部 其实昨天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后讨论一些 关于民进党内部现在在做的一些权力纷争啊 核心都是在于蔡英文现在的低民调 并且这样一个低的民调的话 其实是会继续下滑的 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事件 不太可能恢复 现在不断的在民进党内 有人在炒作2020的话题 就比如说民进党的前民代 林卓水就说 假如蔡英文民调进一步下滑 会是替郭台铭制造更大参选的机会之类的 这些话都有出来 其实我们也知道 现在才只是半年的时间 至少还有三年的时间 提这些2020选举的事情 会不会为之过早 还是说目前在民进党内 就是有人要借2020来警告一下蔡英文 王远 没有错 因为民进党一向是选举比较在行 但是呢 你要真的让他执政的话 执政能力事实上都证明不行的 那么林卓水这番话 事实上反映了民进党内部 一些对于政权保卫 以及在下一次选举的他们的一个内心的忧虑 你要知道其实蔡英文本身 他个人或者家族还没有发生像什么贪污啦 舞弊这些重大的弊案 未来假使他的整个的团队 里面出现任何跟操守有关 或者跟独职有关的 那恐怕就是那种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民进党现在内部会那么紧张的原因 那么我想他们提出来 当然是要警告蔡英文 然后要提醒蔡英文 那所以就说尤其在党内反对她声音 会随着蔡英文越弱 这些声音就会越强 所以这才会 大家现在看蔡英文是处于一个四面楚歌 十面埋伏的一个状况 那么当然我觉得 这个像林卓水的这个说法呢 我刚讲就反映两种 一种是民进党内她真的忧虑 2018年会不会因此选举而有所会被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 这样的民调 就是蔡英文最近所显示出来的民调 也会使得她对于党内的杂音越来越难摆平 好我们刚一直都在提到 就是蔡英文现在的第一民调 其实蔡英文上台才只有六个月 现在是民怨四起 其中有怨气的 当然也包括岛内一些企业家 比如说台塑集团的总裁 王文渊在20号的时候就表示说 虽然不景气 但最令人担心的是 台湾到处充满反伤的意识形态和民粹 产业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眼下台化彰化厂因为气垫共生锅炉 被指控为污染大户而处于停工状态 但王文渊强调 台塑绝对没有反对绿能天然气发电 只是台湾当局废核又禁止燃煤发电 势必大幅提高电价 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是不明智之举 此外台环保部门数据显示 台湾PM2.5的主要来源中 交通污染占比最大 这才是台湾最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 那么大家都期待台湾新当局有新气象 现在不禁要问一句 我们的当局在哪里 台塑的总裁王渊先生讲了很长的一段话 我们这边要请教一下王渊源 就是一个是作为台塑台化这样一个等级的企业 在台湾的话 以现在来讲民进党方面的话 依然可以盯得上你 而且可能有一些动作 对于这些来讲的话 您的观察 台塑集团在台湾 它是传统产业的龙头 那么但是台塑呢 它其实在整个蓝绿上面 它没有那么明显 那尤其台塑 因为它有很多场都是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所以它在过去很多的发言跟集团的动作上 它必须去考量到对于政党会不会让它不留情面 所谓的民部与官斗 尤其在企业界 那么很怕被贴标签 但是你可以看到台塑王渊源这次完全的不避嫌 直接就觉得说新政府对于这个台化厂的处理有问题 那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是代表作为台湾传统产业的龙头台塑 对于整个这个现在执政的 不管你今天是蔡英文也好 或者这些县市政府 你们的政策不明 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空间 他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抗议 那当然这个抗议的内容是除了 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依照这个行政的程序 那另外其实它也凸显 它里面讲到很多包含这个核电 就是能源政策问题 它会让企业无所适从 那这也事实上凸显了 这已经包含不只是台湾自己本身企业 包含像美桥商会 已经好几次都针对台湾 现在新政府的能源政策到底是什么 你如何去解决未来可能缺电的问题 而如果不管是本土企业或者外资企业 它一再处于这样的一个能源不确定的状态之下 那请问一下 现在蔡政府又怎么能告诉这些企业界 不管是大企业 外资企业或中小企业 说政府有能力去拼经济呢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新闻继续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为了因应财务窘境 中国国民党将进行组织变革与减肥计划 解雇所有738名党工 再重新聘用其中的310人 总的资遣费用将会接近15亿元新台币 与此同时 国民党方面还要应付台当局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各种审查 台当局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此前就发出公文说 要在21号到国民党党史馆调查党史资料 但是没有想到国民党都做好准备了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人突然就说不来了 国民党拉开布条 热烈欢迎党产会刻意讽刺迎接 外面也聚集支持民众 抗议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不过这些都白费了 因为他们临时不来了 国民党没被告知 一气之下直接打电话 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表示 党产会发文书要来 结果却透过媒体说不来 公文是发假的吗 任何公文书国民党都相当尊重 党产会把自己的格调地位搞低了 我们原本就是打今天 今天到下午五点还没到吗 我们早上看完会十一点 十点看完会本来就打算要告诉他们了 双方互斗就连党产会查资料 国民党要求先付钱 党产会也不满 党产委员会他们要求的这些资料 其实都是年代非常的久远 纸张都比较易损 也因此我们在翻阅的时候 都要非常的小心 甚至戴着手套一页一页的去翻阅 也因此这些都是无形的人事成本 调查的过程其实也都有掌握相当的市政 这些东西其实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标准 另一方面为因应财务窘境 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表示 国民党将进行组织变革与受身 将解雇所有党工共七百三十八人 再重新聘用三百一十人 其中中央党部留下八十人 地方党部有两百三十人 另外规定两百六十二名原额 若地方党部有政治现金等收入可自行聘用 邱大展说 总的资遣费大约要十四点九九亿元新台币 目前党公门还不是很谅解 预计周三将与工会代表见面讨论 也会到各县市地方党部做说明 今天上午中国公民党的党公门空等了 一上午之后才知道党产会的人不来了 原因是知道有抗议的民众怕引起纷争 我们这里想请教一下王议员 就是对于今天早上这件事国民党方面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之前他用公文就来函说他要在今天 而且还没讲时间 说他要来党史馆要查一些有关于党史 然后要确认一些党产 说我们是不是合法取得的问题 那么而且在这个公文上还讲说 如果我们拒绝或者不配合的话 那可以最高罚到五十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可是呢后来一直在那边一直等他们就是等不到人来 那最后呢我们的行管会的主委邱大展没办法了 这个邱主委就只好打电话给党产会的人说 请问你们究竟是来还是不来呢 那一开始他们就推托说我们在开会还不确定 那推了后老半天说不来了 就这么样的随便就说那最后不来了 那然后又对这个媒体去放话 说要来呢说我们国民党开出什么四万六千块 隐印一张纸啊说要收费两百块 这完全都是那个是造谣跟真的扭曲到了极点 因为呢他要调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当然会回复给他 如果一张纸一般隐印要两块钱 他竟然就对外讲说一张隐印纸 说国民党要索价两百块 竟然会放这种谣言 然后呢又说是因为呢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人群 所以他们就决定不来了这样子 所以非常的草率 而且非常的这个轻浮的一个行政调查的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对这个党产会 未来党产会只要他是用公文来 我们一定都会非常的配合调查 配合调查 但是我们也一再的去呼吁党产会 不要玩这种小动作 尤其呢你应该要依法来行政 当然他过去违法乱纪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像这样子这样的草率 也再次的去印证 我们党产会为了追讨国民党党产 其实玩了这么多小动作 搞了这么多乌龙事件 完全是违法乱纪 好那其实像刚刚王预言所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 就是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人 前往国民党查阅历史数据历史资料 是他的职权可以做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关于一个态度的问题 以目前来看的话刚刚王预言也提到 就是说随便两个字 态度过于随便不够严谨 不够严谨的这样一个态度 是一个机关单位应该有的吗 我们请教张先生 其实顾立雄的态度是非常的清楚 他完全是针对性 党产委员会是完全都是针对性 顾立雄他是纯粹 他只想显示一个 第一个我官位很大 第二个国民党不配合 你第三个我未来我不当党产 那我做出的研究报告或者做出的决定 对你国民党不利的话 你国民党要自行负责 那换句话说顾立雄的态度是在打什么 预防针 那这种预防针你打下去了以后 才有今天这种我爱来不来 告诉你司法 如果顾立雄说党产会是一个司法 或者准司法机构的话 那就对不起哦 当你发了船票 或者当你发了公文给当事人以后 我们当事人要不要跑法院 或者法官他来约寻你 你要不要去 或者法官他过来看你 他要勘验现场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顾立雄的做法是太过分 但是他应该也理解到了一个事实 因为这个党产里面很多事情是厘清不易 况且他说他年底就要给答案 各位想想看今年今天已经是11月21号 那他要到12月底要提交第一份报告 如果他提不出来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推托之词 不是那我不努力 是国民党不配合 好另外我们会注意到 在国民党方面在进行的组织改革中 有一项大动作就是说 先资遣所有的员工 之后再选择反聘300余人 整个资遣的费用 刚刚我们有在短片中提到 就是大约是接近于15亿元新台币 我们这边想请教一下王一元 就是国民党方面为什么选择 采用这样一个方式 全部资遣然后再进行反聘 来进行一个改革 那这其实也是在 我们这次国民党在大败之后 大家对于国民党应该要做一些改革 这也是其中之一 包含你对党产的处理 然后这个组织再造的部分 那么因为事实上 大家可以看到党产会现在的作为 其实真的是完全快马夹鞭 刚刚讲的就是说 以顾立雄对外宣称说 他今年底就要做出一些决定 所以我们也必须迫使我们的组织改造 必须要加速 那么所以才赶快能够先做一个解雇 比如说我该付的支遣费 我该付的退休金赶快先结清 这个是保障现有党工的权益 那当然未来不管是中央党部或者地方党部都还要运作 再用回聘的方式 那这个并不是说今天好像我们在为难我们的党工 这也是我们就是衡量现在的局势 能够尽早的优先的保住我们现有党工的权益 才赶快启动这个组织再造的一个工作 好我们相关话题先告一段落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认同和坚持九二共识的台湾八县市长 九月份走访大陆之后 大陆一个农特产及特色伴手礼彩线团21号来台参访 不过在八天七夜的行程当中 主要都是锁定泛兰执政的八个县市 而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只是路过 报道称 这个大陆彩线团成员以产业界人士为主 值得关注的是 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平台也派人参团 据了解彩线团八天七夜行程 以参访农特产品为主 拜访八县市农会 物色地风特色伴手礼 其中首站到新北市 然后依序到花东 参观富里乡稻米区 和武贺茶园等地 再走访西半部的新竹苗栗南投 看看全县各乡镇农特产 最后搭飞机前往金门等地 本次行程聚焦泛兰执政的八县市 会经过绿营执政的桃园 宜兰台中等县市 但只是路过 欢迎陆克来台湾观光 那陆克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 面对大陆彩线团的到来 绿营县市颇有点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意思 认为大陆市场对各自的影响并不大 可是相关的农产业者则是表示 希望未来大陆彩线团 也可以考虑到台湾南部来看一看 大陆彩线团今天开始在台湾走访 蓝营为主的八个县市 这是对于九月份当时八县市官员 访问大陆之后最好的一个回应 也是政策进一步落实到位的开始 前往八县市的过程中 其实不可避免的会经过绿营县市 但是彩线团方面就已经强调了 对于绿营县市只是单纯的路过而已 不会有实质的形成 我们说时隔半年之后 在蓝营为主的八个县市官员的努力之下 两岸之间的交流出现了一丝的转机 这个转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呢 我们请教一下王议员 当然我们应该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 也真的就说能够有这个机会继续的去突破 所以可以看到12月份在红席会之后 当红秀柱主席回来 就已经宣布了这个消息 就是今年的年底 我们在蓝营执政的八县市 会在大陆的作为一个特展展 这个特展包含农特产品 还有一些观光旅游的展出 那么另外也看到这个彩线团 那就代表说更落实了 因为我们本来非常担心 因为整个的现在的大陆观光旅游人数 一下是腰展 减少40% 50% 可能还60% 真的让人看了是这个触目惊心 那我们有很多的旅馆业者 因为现在有些游览车市上都已经有倒闭 或者是整个在大裁员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八县市 能够维系一定的两岸之间的交流 真的不要让过去长期以来 大家建立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在一夕之间就完全的崩解了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新闻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交接 蓝绿持续角力 为化解争议 也是执行委员之一的台立法机构 前负责人王金平表示 民进党及明代柯建明拜托他帮忙 希望总会长刘兆全 别阻挡政党轮替后的安排了 所以王金平在开会前一天 发出联合声明 呼吁各职委事实召开会议 审议确认新会员的名单 有 有 他怎么说呢 他们希望看看这事情怎么处理 怎么解决 为了台湾中华文化总会改选争议 柯建明找上同事明代的王金平帮忙 希望刘兆全别阻挠政党轮替后的安排 而王金平也很干脆 立马连同其他11位职委 发出共同声明 声明强调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 于1967年由台当局出资成立 今年适逢岛内政权交替后 总界期交接 我们乐见文化传承 新火接力 期盼新就任会长交接 这一纸声明被认为 是在对总会长刘兆玄逼宫 王金平否认没的事 还亦有所指的说 刘兆全若优秀 还可能继续担任总会长 不过民进党集民代爆料说 21号下午的会议 其实还是只有旧会员 有资格参加 用这样的方式 不想让这个文化省会 由蔡英文来接任会长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运作 复杂般般非常的明显 还是不审查会员资格 硬干 硬要用旧政府 也就是马政府时期的会员 选出新的相关的 李建事跟会长 蔡英文办公室也表示 再次提醒相关人员 要严守分纪 不过台湾中华文化总会说 没收到讯息 21号下午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 举行职委资委会议 此前发表声明 要求文化总会 应依寻历届惯例 完成交接的12名职委 都没有出席会议 会议最终再次因为人数不足 宣告留会 台交通部门民航局 21号下午证实 台湾复兴航空22号 将全面停航一天 复兴航空公司 在今天晚间6点多 就此时发表书面声明 未受停航影响的旅客 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案 台湾媒体报道 针对22号停航一天 复兴航空表示 公司将在22号召开 临时董事会 并于会后 向社会大众说明 对22号全天受影响的旅客 复兴航空给出转团 或退钱两种方案 其中 去台民航去城未出发 以及已使用岛内线 去城机票的旅客 可通过官网 邮件或旅行社等途径 办理退票 预计45天内全额退费 至于已使用去城机票的 国际线两岸航线的旅客 复兴航空将尽力协助 安排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并通知旅客 未能安排迁转的旅客 可依各自购票方式 办理回程退票 蛮想问贵台人 怕等一下回不来 怎么会这样 据台民航部门透露 根据复兴航空提报 22号受影响的旅客人数 包括岛内线7条航线 1313人次 国际线5条航线 1827人次 两岸8条航线 1973人次 共5113人次 事实上 台湾复兴航空 曾连续两年发生轰难 大伤元气 2014年7月23号傍晚 复兴航空一架高雄飞马工 制翼22班级 以迫降失败坠毁 在澎湖县胡锡祥 西西村坠毁 造成48人死亡 台飞航安全委员会 事后公布 复兴航空公司 G1222飞航事故 事实资料报告 证实飞机走错方向 两名驾驶员均未看见跑道 造成事故发生 2015年2月4号上午 另一架复兴航空 G1235班机 在松山机场附近失事 坠毁在台北市基隆河 造成43人死亡 15人受伤 借飞机坠毁前 还擦撞行驶 在环东大道的一辆计程车 对此 复兴航空公司 于今年8月发布消息 此公司 微航公司董事会决议 自2016年10月4号起 至2017年10月3号 止停业一年 原本微航于10月1号 与母公司复兴航空合并 但应考虑到公司 未来营运发展规划 撤销合并案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朴槿惠成为韩国史上第一位 以核心嫌疑人身份 接受检方调查的现任总统 其所在政党 非朴槿惠派认为 国会应该立即启动弹劾朴槿惠 但是韩国千瓦台却认为 检方的结论完全不属实 两股势力持续对抗 将给韩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往后之后马上回来 下面进入今日关注环节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韩国检察机关20号宣布 认定朴槿惠在崔顺时甘政门中 很大程度上共谋作案 将其视为嫌疑人正式立案 韩国韩民族日报21号报道称 朴槿惠成为韩国史上第一位 以核心嫌疑人身份 接受检方调查的现任总统 对此韩国清瓦台表示 检方的结论完全不属实 未来朴槿惠将积极地配合 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证明自己无罪 报道称 调查崔顺时甘政嫌疑的 特别调查本部 20号对崔顺时 前清瓦台政策调整 首席秘书安中范 和前清瓦台秘书官郑浩胜 以滥用职权 斜迫以及泄露植物秘密 等嫌疑拘留起诉 并同时公布了中期调查结果 检方表示 已确认朴槿惠总统 是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 背法募集资金事件的主谋 但由于韩国宪法第84条规定 在任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 因此在朴槿惠下台前 将无法对其进行起诉 特检组将朴槿惠 视为犯罪嫌疑人对其立案 并将继续调查 特检组认为 朴槿惠的最主要罪名 是滥用职权 但未来不排除追加 通过第三者受贿的罪名 对此韩联社20号称 在任总统因为犯罪嫌疑 被检方立案 还是韩国宪政史上头一遭 20号 包括前在总统候选人在内的 八名在野党大佬 在国会召开紧急会议 达成一份协议书 称朴槿惠犯罪事实明确而重大 构成弹劾事由 八人批评朴槿惠 拒不配合检方调查 掩盖真相 可视为背叛国民 要求检方迫使朴槿惠 以嫌疑人的身份接受调查 向国民公开犯罪事实 并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 20号的报道 执政党内部的非朴槿惠派 邓廷也召开非诚实局会议 认为特检组的调查结果显示 朴槿惠以违反宪法和法律 国会应立即启动弹劾 对此 新马台翻译人郑然国 20号在春秋馆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检方的结论完全不属实 只不过是无视客观证据 通过反复的想象和议测 而建立的空中楼阁 郑然国称 朴槿惠以无条件接受 由在野党推荐特别检察官 进行调查的要求 朴槿惠将积极配合 特别检察官今后的调查 证明自己无罪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吴学兰 韩国检方称 朴槿惠是甘正门事件的共谋 弹劾朴槿惠的呼声 现在是响撤了韩国政坛 同时朴槿惠政府的反击 也更加决绝 那么弹劾韩国总统难度 到底有多大呢 眼下要弹劾朴槿惠的难度 的确是比较大 因为根据韩国的法律 要弹劾总统的话呢 首先要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 都要赞成 那么现在韩国有议员三百名 三分之二就是两百名 而我们知道啊 眼下这个国会议员里面 有129名都是朴槿惠 这个所在党派的 我们知道现在朴槿惠 他有一些党派内的人呢 也说要弹劾他 但是能不能达到两百 或者说现在基本看来 是达不到两百名这个门槛的 那么除了国会议员一道门槛之外呢 还要韩国宪法法院 九名法官里面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六名法官都同意朴槿惠 同样眼下看起来呢 这也不是一个比较容易 能够达到的一个门槛 现在呢 韩国这个干政门是愈演愈烈了 但是究竟向何出去 我们还在不断的观望之中 因为现在朴槿惠方面的态度呢 也比较强硬 他们就说你们现在 检方提出来的这些东西 完全是主观异断 没有客观的事实 所以之后呢 我们也不予以配合 而检方呢 说很快就要对朴槿惠 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调查 所以究竟局势向何出去 还值得我们来关注 不过如果说局势越演越烈 要求朴槿惠下台的人越来越多 而朴槿惠本人 如果还是拒绝辞职的话 那有可能最终会走上一个弹劾之路 但现在来看这个过程 还是比较漫长的 如果朴槿惠政府 及韩国国内的反朴人士 持续对峙下去 会给韩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日本媒体说 韩国社会面临着分裂 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 未来如果说支持朴槿惠方面 和要求朴槿惠马上下台的这两派 他们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的话 韩国社会的确就会面临一种分裂 应该说现在韩国社会呢 已经有一些比较潜在的分裂的痕迹 你比如说 他们的上流社会和平民百姓之间 他们这种距离已经是相当之远 而且眼下呢 虽然有很多人要求朴槿惠辞职 要求朴槿惠下台 甚至有人说要给他定罪 但是也有很多这种右翼的人士呢 他们现在开始保护朴槿惠 已经有人去上街来发传单 来讲朴槿惠的一些事迹 并且说呢 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且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总统 现在这两派的斗争 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端倪 如果未来这两端 都在加紧自己的一些动作 都在强化自己势力的话 那显而易见 韩国社会就是陷入了一种混乱和分裂之中 好的 谢谢学兰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20号凌晨 缅北多地爆发武装冲突 大批难民涌向中缅边境一带 甚至有榴弹落入中国境内 中国军队正保持高度戒备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下面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20号凌晨 缅北多地爆发武装冲突 据环球时报援引英国广播公司20号的报道称 当天凌晨 缅北一伙地方武装袭击边境检查站 成为此次冲突的起点 法刑社称 昂山素季办公室20号发表声明说 已经有8人在冲突中丧生 包括一名士兵 三名警官 一名地方武装分子和三名平民 同时大批难民涌向中缅边境一带 也有在冲突中受伤的平民 被送到中国一侧的医院救治 目前进入我境内的难民人数还在增加 相关机关正在妥善处置 另外有消息称 有榴弹落入中国境内 有居民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水箱被榴弹打穿 20号一早 当地党政军警力量在一线处置 采取措施 维护好边境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缅甸武装冲突中 这不是第一次有榴弹或炮弹落入中国境内 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部分冲突地区有零星的榴弹 落入中方 一名中国编民的手臂被榴弹击伤 中方已向缅方提出交涉 并采取措施 加强边境管理 保护编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中国国防部新闻局20号应询表示 中国军队正在保持高度戒备 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中方编民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 据《环球时报》报道 上周五晚 美国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 带领侄子和女儿 观看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 当他到达剧院的时候 现场夹杂着嘘声和欢呼声 在剧中羡慕的时候 剧中饰演阿伦伯尔的演员 布兰登·狄克逊 叫住了彭斯 拿出准备好的演讲稿读到 他感谢未来的副总统来看剧 告诉观众 没有必要须副总统 然而这个不寻常的演讲 惹特朗普不开心了 上个星期六 他在和几个内阁人选 会面后的五分钟 发推特称 该剧组演员 侮辱了未来伟大的副总统彭斯 虽然特朗普在推特上 命令剧组演员 以及音乐剧的创作者 马上为他们这种行为 给彭斯道歉 但彭斯在上个星期天 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高度称赞了这部音乐剧 并表示很享受这场表演 不仅如此 汉密尔顿剧组的演员 还获得了名人的支持 包括超模克利西·泰根 他表示 此举是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因为上周五 他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 和解三桩 有关特朗普大学的官司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在秘鲁出席亚太金河组织 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首次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菲律宾媒体20号称 杜特尔特像弟弟对长兄一样 向普京抱怨西方伪善 仗势欺人 好战等种种不适 在双边会谈圆满结束之后 菲律宾外交部确认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 将于12月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访问莫斯科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谢谢您在福州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